女朋友为了她的竹马 把我一个人丢在准备了一年的订婚现场 女朋友柳如烟为了她的竹马 把我一个人丢在准备了一年的订婚现场 随后我跟众人解释 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是我的生日 后来柳如烟为我重新补办了一场订婚 我却抬了抬手上的戒指 不用了 我已经要结婚了 江明 你别急 我马上过去柳如烟说完 便要向外跑 我拽住她的胳膊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别走 这场订婚 我准备了好久 我的语气带有几分祈求 江明她不会有事的 她只是在博取你的同情 想要破坏这场求婚而已 柳如烟却不听我的解释 反而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眼神带有几分愤恨与厌恶 程浩 你真是太过分了 她怎么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身上传来剧痛 因为之前去工地搬砖落在身上的伤 还没有好 现在被她这么一推 牵扯到了伤口 我皱眉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心慢慢变凉 江明在她心里 永远比我这个男朋友还重要 而今天这场订婚现场 我准备了一年 可现在全毁了 我邀请过来的朋友 在台下面面相去 窃窃私语 我红着眼 喉咙有些发紧 最后强装着笑道 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是我的生日 等这场聚会结束后 柳如烟给我打过来电话 抱歉 程浩 江明今天发了高烧 很严重 我刚把她 不等她说完 我随意印着她 笨 你开心就好 我和柳如烟谈了四年 从高考毕业 再到大学毕业 我本来想着 在大学毕业 给她一个惊喜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是现在的结果 电话那边 传来她满是愤怒的语气 程浩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开心就好 我只是 我压着心头的怒意 打断道 订婚现场 是我花费了一年时间 精心为你准备的 可她倒好 直接跑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紧接着我听见 江明四撒娇的 说了一句 难受 随后柳如烟又向我道歉 语气软了几分 解释 江明她高烧不退 现在还躺在医院 她难受得快要死了 我不能不顾她 你知道 她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 我长吸了口气 试图平静我内心焦躁 又压抑的情绪 嗯 她是你从小到大的朋友 我咬牙说出这句话 刻意加重了朋友二字 花落 我直接挂掉电话 一个人游走在街上 孤独又落寞 紧接着 我的老师给我打过来电话 喂 陈浩 老师 学校这儿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 你成绩优异 三观品行也好 而且你在物理这方面是真的有天赋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出国学习钻研 之后再回国 当年我和柳如烟报考了同一所大学 其实我可以报考更好的 但是为了她 我留下了 因为她说不喜欢异地恋 也是因为这句话 我又为了她 放弃了学校保送清大的研究生 可现在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傻子 为了一个没有心的女人 放弃自己的前程 老师 我答应你 好好好 你抽空来学校一趟 我给你具体说一下 我向老师道了谢 随后回到出租房 紧接着 胃里一阵静巒 我刷一下白了脸 额头冷汗层层 我熟练地从床头柜拿出胃药 这胃病是因为长期不吃早饭有的 而不吃早饭 是因为我要给柳如烟攒钱 策划她喜欢的订婚现场 对于她的要求 我一向会答应 我皱眉忍痛咽下那些胶囊 药的苦味在我口中弥漫 一如我现在的心情 这时 电话又响了 是柳如烟 我犹豫了会儿 最终还是接了 或许还是因为这几年的感情 很不下心 喂 陈昊 江明不能缺人照顾 今晚我不能回去了 所以她打电话 就是通知我不回来 我的手紧紧攥起 椅子一句开口 柳如烟 我现在 也很需要人照顾 那边传来她不耐烦的语气 陈昊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江明是真的有事 不是玩笑 你别总是 我冷着脸挂掉电话 我真他妈的饭件 才接了这个电话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 老师说 有些紧急 让我回去收拾东西 明天就出发 我点点头 收拾完出租屋里我的东西 我才发现 很少 平时我的钱都给柳如烟 买了东西 而这个房子每个月 也是我在交房租 水电费 现在我走了 就让她自己弄吧 不 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人 会陪着她吧 想着我冷笑了一声 给她发了一条分手的短信 彻底离开 下飞机后 我看见了一个熟人 这儿 这儿 程浩不等我过去 他就朝我跑了过来 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身体微僵 又微 你 于又微是我的初中同学 以及高中同学 大学之后 就散了 后来在我们的聊天中 我也得知 他就在这所学校 而且我的老师 是他的舅舅 我听到后 先是震惊 然后回归平静 对了 你和如烟还好吗 是不是快要结婚了 他从前车镜 看了我一眼 我正好抬头 他忙避开解释 随便问问 我和他分手了 没有什么关系 他听到这话 猛地踩刹车 我被他吓了一跳 心有余悸 我吻了吻呼吸 看向他 你 你刚考驾照 他这个样子 我可不敢把自己的命交给他 我还没报效祖国 不能就这么没了 他摆了摆手 说只是个意外 随后问我原因 我都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八卦 本来想搪塞过去 他却直接把车 停靠在一侧 看样子 我要是不说 他是不会走的 只好全部说了出来 高中毕业 我就和柳如烟 在一起了 我以为 我们会携手一声 白头到老 但没有想到 我们的感情 只为知道了大学毕业 更可笑的是 这四年 一直都是三个人 我 柳如烟 江明 他总是跟我说 他把江明当做弟弟 没有一丝情感在里面 所以 在我们恋爱纪念日的那一天 他抛下我 去照顾不小心被刀划伤手的江明 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手上也有很多伤口 后半夜 他回来跟我道歉 对不起了 宝宝 你别生气 他毕竟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我过去看看他 小孩子跟我年龄一样大 他是小孩子 我就是大人 他见我还生气 亲了亲我的脸颊 又拿出了一块手表给我 说是给我的礼物 还说我才是他心里最在乎的人 但我没想到 我在江明的手腕上 看见了和我一模一样款式的手表 那天打完球 江明过来了 紧接着我就看见了他手上的手表 他也毫不避讳 直接抬了抬手 这是如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诚哥 你可别吃醋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我压了压额脚的青筋 随后把球扔在地上 转身离去 之后的几天 我都没有搭理柳如烟 直到他从外地比赛回来 然后跟我解释 那块手表是我的 他觉得好看 就想戴两天 正好我也要去比赛吧 在家里扔着 也是扔着 所以给他了 话落他转身出去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阴沉着脸走到我面前 陈昊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 你不了解事情的经过 就随意打人 我怎么就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呢 我打人 我一脸疑惑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 我打谁了 柳如烟提高音量 怒言 你还装无辜呢 你都把江明打住院了 陈昊 你身为一个男人 怎么就这么小心眼 我都说了 他只是我的弟弟 紧接着就是摔门的声音 之后他从医院回来 我跟他解释 我根本没有动手 也说明那一天 他是如何挑衅我的 他却冷笑一声 语气带着嘲讽 陈昊 你什么时候 变成敢做不敢认的人了 他没有去追究你的责任 已经是好脾气了 你却还在冤枉他 之后他让我去道歉 我不去 我又没错 道什么歉 就这样我们又开始冷战 直到暑假 江明回家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才慢慢变好 本以为不在一个地方 两人就不会有什么交集 但没想到 江明在老家闹自杀 柳如烟匆匆赶了回去 把我一个人 丢在那个出租屋里 本来我也是可以回家的 可是他跟我说 他不想回家 所以我就留下来陪他 后来 他过生日 我想着赶回家 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我没想到 等我去他家的时候 给我开门的是江明 他神情有些惊讶 诚哥 你 紧接着 他就看到了我手上的生日蛋糕 然后笑了笑 蛋糕已经准备好了 我正准备出身 质问他为什么在这里 然后柳如烟就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我 但没想到 江明努力瞪着两只小眼睛 神情要多无辜 就有多无辜 诚 诚 诚哥 我没有非要你道歉 柳如烟看见后 皱着没看向我 我压着想要暴揍这个小子的冲动 跟他解释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江明直接回答 对 诚哥没有说 是我 不开哪壶 踢哪壶之后 他开门向外跑去 柳如烟抿了抿唇去追他 又留我一个人 之后 更可笑又荒谬的是 只要我和柳如烟两个人相处 江明就有事找他 要不他过来 要么柳如烟过去 他每次见我 因为这个黑着一张脸的时候 就跟我说 诚浩 你人缘好 不缺朋友 长得也人高马壮 不受人欺负 可是江明不一样 他内向也有些自卑 从小到大 只有我这一个朋友对 所以我生病的时候 他可以陪着他的朋友 不用陪我 可朋友 跟女朋友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是他的男朋友 会比他的普通朋友 对他更好 因为我知道 我们是要携手一生的 他是我未来的伴侣 后来 他又开始哄我 说我在他心里 无可替代 然后还说 他计划了我们 很多未来的事 也给我准备了惊喜 那天 我的老师 让我参加一个 对我以后就业 有很多好处的活动 但是我拒绝了 因为我的女朋友 让我去广场等着他 他有惊喜 就这样 我在那儿 从白天站到深夜 初秋总是有些凉 我感冒了 也是那时 我被确诊鼻痘炎 回到家 我晕晕乎乎地 躺在床上 柳如烟 是第二天赶回来的 他跟我解释 江明的病犯了 都割忘了 他只能去医院陪着 一个自杀的人 居然也会发朋友圈 今天早上 我看见江明朋友圈 发了一张图片 食指相扣 那双手 我再熟悉不过 就是柳如烟 成浩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等这次回家 我们就见家长好不好 然后我们订婚 再结婚 我本想摇头拒绝 但还是心软了 我想如果结婚 应该就不会有 那个烦人精了 我同意了 可没想到 家长都见过了 双方订婚当天 主人公跑了 真是讽刺 我苦笑了一声 看向听得 无比认真的余又微 道了一声 还好这不是婚礼现场 要不然 不等我说完 我的电话响了 是柳如烟打来的 我挂断了 他却穷追不舍 直到我准备 把手机关机 余又微却说 你要不再接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音色有些颤抖 随后我接通了电话 却看见余又微眼底 一闪而过的失望余落寞 我正疑惑时 电话那边 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 陈浩 心理医生说 是你刺激到了江明 才让他犯病发疯 最后高烧不退 我手上的青筋 不由抱起 陈浊生说 所以呢 那头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所以你跟江明道歉 换做以前 我真的会解释 而且还他妈 这么离谱的事 他发个烧 也要怨到我身上 但现在无所谓了 柳如烟见我不回答 言声说了一句 道歉 陈浩 我轻飘飘地 应了一声好 那边沉默了 就在我准备 道歉的时候 于又微一把 夺过去手机 挂掉电话 然后关机 抱歉啊 我 只是听不下去了 他们太过分了 而且 你的确刚开始 就该关机 是我的错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手机 摇摇头 一路上 我沉默不言 于又微不由开口询问 那个 你是不是因为我给你 挂掉电话 不高兴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看了他一眼又说 我没事 我还犯不着 为了一个白眼狼 跟好朋友生气 花着我的钱 他养着别的男人 可不就是一个白眼狼 于又微松了一口气 随后扔到我身上 两袋零食 刚刚忘了 给你买的 我看着那两袋零食 心里忽然有些怅然 那是我最喜欢的 可是后来 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买的全是他喜欢的 而他买的全是自己 和江明喜欢的 或许我真的早该分手了 怎么不吃 不喜欢吗 我记得 这是你最喜欢的 他的话 让我书的江木光 一到他身上 他有些不自然道 我也爱吃这两个口味儿 当时初三毕业 还一起偷偷摸摸 在外面吃完才回去 你忘记了 我点点头 想起来 我喜欢吃辣的 他也喜欢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俩一人一带 都吃完回去 最关键的是于又威 他每次吃完 都红着一张脸 咳嗽不停 我问他 是不是不能吃辣 他偏耿着一个脖子 说我小看他 现在想起来 就很搞笑 在后来的几天 我都是跟于又威 在一起 他很热情地 给我介绍这所学校 但就在某一天 我一个人 准备出校门逛逛的时候 我看见了 一直站在门口的柳如烟 这边天气冷 所以他被冻得满脸通红 而且眼神看起来 也很疲惫 我准备绕开他的时候 他叫住了我的名字 一把跑过来 抱住我的腰 我微拧眉 随后推开他 我可不会做出 插足别人感情的事 陈浩 我不同意分手哦 原来是看到了 那条短信 可笑 我明明早就发给他了 他给我打电话 让我道歉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了 他现在才知道 你为什么 他的话被自己的电话打断 我扫了一眼 来电视江明 我冷笑一声 柳小姐 还是先接自己男朋友的电话吧 他文此微争 随后直接关机 抬头盯着我说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嗯 我用词不当 他只是你从小长到大的朋友 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却让他红了眼 陈浩 你别再跟我闹脾气了好不好 我们回去吧 原来在他眼里 我就是闹脾气 就是无理取闹 我退后几步 和他保持距离 柳小姐 你还是快回去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陈浩他颤着音 大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周边人的目光 不由都朝这边看过来 我不明白 我已经放手了 他为什么还要纠缠我 我压制着心里的不满 带他去了附近的一所商超 毕竟 外面却是挺冷的 进去之后 我买了两杯奶茶 随后我们坐在超市里面 他接过后 道了一声谢谢 然后开始给我解释 陈浩 在我看见那条短信后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 你给我 拉进了黑名单 后来 我准备来找你 江明又有些情绪不稳定 所以推迟了江明 又是江明 我喝了口奶茶 若无其事说了句 那你就不怕 他现在又情绪不稳定 别到时候 你又让我道歉 说他的情绪不稳定 是因为我引起的 我的话 让他的脸色 轻一阵白一阵 陈浩 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 和我谈谈吗 难道不是吗 柳如烟 你每次不是都站在 江明那边 指责我吗 接着我开始帮他回忆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我说 以后要好好过 我们恋爱纪念日的这一天 我把你的话放在心上 所以每一次我都是精心准备 可你呢 你几乎每一次都把我抛下 去找江明柳如烟听到我的话 红着眼睛反驳 我没有 那一次 是江明的手被刀划伤了 出些很严重 我这才 我的手紧紧攥着那杯奶茶 打断他的话 可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你 每天在外面兼职 手上也有很多伤口 他愣了愣低下头 我却倾笑了两声 也是 你不会知道 你也不会关心我的 他试图为自己辩解 没有的时候 我从兜里拿出一瓶药 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随后拿过去仔细看了看 这是味药 你应该从来没有注意过 我的胃病 我的胃 现在已经离不开药了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复发 疼的时候 能疼死人 你体会胃里一阵阵脚痛 痛得想要自杀吗 柳如烟听着我的话 泪从眼睛里滑落 我心里却多了四块感 他紧紧攥着那瓶药 哽咽出声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过你的 你忘了前不久 我说我难受 可你说我不成熟 说江明真的有事 需要你陪伴 他听到这耳已经泪流满面 我继续说 每天早上 我都会给你买你喜欢的早饭 你知道吗 那是我不停地去外面 各种兼职赚来的钱 曾经我觉得不辛苦 因为是给我最爱的人赚钱 现在我觉得我他妈就是傻逼 我是疯了 才会想到去外面又搬砖 又是扫地端盘 甚至每天熬夜帮人做稿 就只是为了你给你一个喜欢的订婚现场 我是带着怒意说的 毕竟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柳如烟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祈求我的原谅 我平缓了一下情绪 然后把他的手从我的胳膊上拿掉 柳如烟 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而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 对不起 他哭着道歉 我却要摇了摇头 太迟了 真的太迟了 我本来还想澄清打人的那件事 可后来我想了想 我又不是没有告诉过他 但他依旧选择相信江明 所以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况且我已经放下了 他知不知道真相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 随后我站起来跟他说 我们以后做个陌生人就很好 当然 我会祝福你跟江明的话落 我就要往前走 可就在这时 我头一阵剧痛 紧接着倒地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是在医院 柳如烟见状连忙道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看着他现在这副样子 我真的没有一点感动 反而是厌恶 我的病是因为他引起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鼻豆炎犯了 天气太冷 而且之前我身体抵抗力还行 但不吃营养的东西 还一直消耗自己身体的能量 尤其是那次我穿着一个T恤 站在外面 从早到深夜 回去高烧不退 他不知道 他见我不回答 就想要伸手去摸我的额头 我皱眉躲开 柳小姐 保持距离他放在空中的手顿了顿 紧接着又带着哭腔跟我说 陈昊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回去好不好 这次换我好好照顾你好不好 或者 或者你愿意在这里的话 我陪你 我陪你在这里 我拧着眉没有说话 他抽气着 我们结婚好不好 陈昊 你别闹了 我真的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所以柳小姐一直以为 是我在跟你闹吗 他现在居然还以为 我是在跟他胡闹 他哭着摇头 后面不论他说什么 我也不再接话 之后 我趁他去买午饭的时候 直接出院回学校了 后来我就一直没出去过 直到于又为来找我 我才从他口中得知 柳如烟每天一直在学校门口站着 我听此觉得有些头大 甚至觉得他胡搅蛮缠 我都已经放弃了 他还要一直缠着我 最主要的是 他在这人生地步熟 还一副别角的英语 他要是出事了 这不是存心不让我好过 于又为察觉我的情绪 于是试探地说了一句 或者 你直接找个女朋友 让他死心回去 我听此看了一眼 点点头 是个好办法 但是 这不是随便就能找得 把我失笑摇头 我又不是那种 无缝衔接的渣男 可以装一下吗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你先找个演员 假装你的女朋友 等他走了再说 我想了想 的确也是 但 去哪里找着演员 他微低头 咳了咳嗓子 耳朵上似乎染上了些红韵 有些不自然道 那个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先装作 是你的女朋友 我大脑先是空白了片刻 随后看着他的模样 我起了一丝疑心 他 他应该不会对我有意思吧 但很快 我就甩掉这种想法 自己想什么呢 人家一个大笑花 家境好又有学历 自己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于是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果然 于又威揽着我的胳膊 跟我亲密走出校门时 柳如烟跑了过来 陈浩 他是谁 于又威是我的高中同学 和我一个班级 但是和柳如烟不是一个班级 所以他们并不认识 不等我说话 又威便点起脚尖 轻轻吻了吻我的脸颊 随后礼貌性朝柳如烟握手 你好 这位小姐 我是承浩的女朋友 你胡说什么 我才是她的女朋友 我们都要结婚了 说着她就过来扯拽于又威 我皱着眉将人护在身后 随后冷语出声 你闹够了没有 柳如烟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是我的女朋友 威威 别这样 陈浩 我知道你是故意气我的 对不对 她哭红了双手 双手也紧紧缠着我的胳膊 我掰开她一个又一个指头 但莫出声 柳如烟 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 我害怕我女朋友像我一样 忍受那么多委屈 我不是柳如烟 我不会像她一样 明知有自己的伴侣 还要一次次和其他人纠缠不清 在我们走后 她放声痛哭 不是的 我没有 我没有和江明在一起 陈浩有没有 旁观者更清楚 不是吗 但没走多远 迎面走过来一个男生 是个外国人 嘿 Sister 我来这里比赛 你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随后轻易地靠在我胳膊上说 不好意思了 今天还要陪男朋友呢 那个人看了我一眼 脸色变了变 在听到我是又为男朋友之后 更是铁青了一张脸离开 之后她跟我主动解释 刚刚你可别误会啊 她是我姑父的孩子 我震惊之余 她直接捏了捏我的脸 笑着说 我就知道你误会了 我姑姑是我姑父的第二任老婆 刚刚那个是我姑父和前任生的孩子 不过 我跟她并不熟悉 她连忙又倒 看着她一脸无措的模样 我摇头哑笑 她不用解释的 毕竟我们没什么关系 情侣只是假扮的 她看我不说话 又一次问我 你真没误会吧 柳如言从来没有主动解释 更没有主动问我误会了没有 她只会主动说闹过了没有 或者心事问罪 我摇摇头 余又微却低头沉默了 而柳如言在之后的几天 并没有离开 但因为我和余又微的默契配合 让她最终回国了 而几个月后 学校放假 我也回国了 是和余又微一起 她说她好久没有回来了 正好两人一起有个伴 没想到 刚到家几天 柳如言就来找我 我选择不见 我妈问我怎么了 我只是说了句 我们分手了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 她一直站在我家门口 而这时 又微来了 我担心他们发生冲突 连忙下楼准备带又微上来 期间我没有看柳如言一眼 但柳如言一下抱着我 怎么也不肯松手 可就在这时 江明过来了 如言 家里 家里厨房要失火了 你 你回去看看 我推开柳如言 静静地看着江明的表演 每次她都有借口让柳如言走 屡试不爽 紧接着我和柳如言四目相对 她好像极力想证明什么 于是她一把将江明推到在地 喊道 失火了你不拿灭火器救火 找我干什么 江明一脸受伤的样子 此刻还想装柔弱 我 对不起 是我打扰你和诚哥 她每次都是以退为进 而柳如言见状也总是把错归在我身上 然后去安慰江明 此时又为走到我身边 揽着我的胳膊开口 你别乱说 我这个正牌女友还在这儿呢 我笑了笑 随后准备和身边人离开的时候 柳如言却不管不顾地拉着我 对不起 诚昊 我真的错了 我知道了之前的种种误会 手表那是江明的一些小心思 我都知道了 我错了 求你别离开我 这人哪 总是喜欢失去的时候再珍惜 不过 兔子尚且不吃回头草 何况我是个人 我们上楼后不久 就听见了警车的声音 后来得知柳如言把江明给打伤了 再后来 我倒是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生活里没了柳如言 的确安静了不少 不过 多了一个于右卫 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我本想拒绝 但是又觉得好歹同学一场 而且之前也去过 就这样我带着些礼物过去了 与右卫见此还数落了我 说我客气 我没有搭话 毕竟还是要懂礼数的 右卫的父母不在家 但爷爷在家 爷爷也是热情好客的 非要跟我整点酒 我婉拒再三 没想到右卫直接去超市买酒了 在他走后 我从爷爷口里知道很多了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爷爷说 右卫最喜欢的是甜食 但是今天为了我 做了很多辣的 我有些疑惑 爷爷又说 他不太能吃辣的 每次吃完喉咙都会不舒服 我顿时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我知道你和右卫不仅是初中同学 同样也是高中同学吧 我点点头 正想问爷爷怎么知道我和右卫是高中同学的时候 毕竟高中之后我从来没有来过他家 他拿出一张照片 说出了我的疑问 这个是薇薇放在笔记本里的 看到照片 我想起来了 当时高中毕业 要合照 结果 班里出了一个很特殊的人 那就是于又微 他说要跟每个同学都单独合照留个纪念 就这样 我跟他有了这一张照片 其实薇薇对你 应该是特别的爷爷说着又将照片放回了原位 而我听到后 心里一阵复杂 于又微买酒回来后 热情招待我 喝酒我没有喝多少 毕竟爷爷的年龄放在这里 健康最重要 临走的时候 还剩下很多菜 甚至都没有冻块 主要是些辣菜 而且是我以前喜欢吃的 我看又微的一副失落又无措的模样 我开口 你的厨艺很好啊 只是最近医生不要我吃辣 不能多品尝这美食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能不能打包回去一份 我妹妹也很喜欢吃辣的 我能不能给她带回去 她听到我的话 眼睛一下就亮了 随后开始给我准备盒子 口中呢喃着这几个没有动 可以带回去加热一下 临走的时候 她还问我为怎么回事 我说快好了 之前不怎么吃早饭的原因 再后来 我们又回到了学校 唯一不同的是 我开始主动给她买她喜欢的零食 以及一些小甜点 她看到后明显吞咽了一下口水 但却拒绝道 我不喜欢吃甜的 我和你一样喜欢吃辣 这话怎么会不让我心动 又怎么会不让我心疼 一个不能吃辣的姑娘 为了和我有一个共同爱好 放弃了自己喜欢的 真傻 你要是不喜欢 那我扔了 你别浪费 看着她两只眼睛发亮的模样 我轻笑出声 随后 拿出手机 让她了一张图片 我和她的合照 她的脸瞬间爆红 你 你怎么会有 我不打反问 我要是不问 你打算就这么一直下去 一直暗恋我 一直吃自己不能吃的辣 她低垂了头 有些紧张 声音顺带着也小了几分 不是啊 我只是 我只是她支支吾吾了半天 最后还是我说了一句 我们试着在一起吧 我记得她当时高兴了很久 我内心也充斥着幸福 后来她跟我说 本来她是想看我报考哪里 然后跟过去的 可是没想到 那时候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了 之后在我们交往的一年中 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双向奔赴 也真正懂了 原来爱一个人 不是一味地索取或是付出 之后我拿着奖学金 买了一对儿钻戒 我向又为求婚了 我们准备回国就举行婚礼 然后领证 但没想到 柳如烟追到了国外 那天又为外出参加活动 忘记拿东西 我准备给她送 却被几个人拦在了大门口 紧接着我就看见了几个热气球 还有漫天的花瓣 以及旁边一树又一树的玫瑰花 然后就是卓盛庄朝我走来的柳如烟 她单膝跪地 递给我一树玫瑰花 陈浩 娶我好不好 这是我花了一年时间为你准备的 的确 和我当年的布置大差不差 只可惜那是她喜欢的 不是我喜欢的 就像她喜欢玫瑰花 而我喜欢玉金香 随后我抬了抬手 让她看清楚我手上的戒指 这时 我听见又微喊我的声音 我闻声看去 她朝我跑来 我大胯部朝她走去 这才爱情 不是吗 全文完